哈囉大家好 我是聶寶 今天來介紹一款全新的手機遊戲 《流浪方舟》 背景是一個廢土的世界觀 用彈射的方式來達到敵人 那每位角色都有自己不同的能力還有特色 是用像素風格來做呈現 都是各位耳熟能詳的一個東西方的神明來命名的 開局除了最早的角色海倫之外 例如嫦娥、媽祖、後裔三名 都是各位前期玩家就可以比較好獲得的一個角色 那另外還有一個角色 要透過我們的手廚大禮 33塊一杯飲料的價格 就可以獲得這個頂級輸出 不死之聲持續輸出 它很強 真的很強 有興趣的朋友就可以嘗試把它納入其中 那玩家開局的時候 就可以多利用官方送的一個資源來養成 透過我們的這個信箱 當你主線完成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就可以到我們這邊來領取目前開服有的一個好禮 像目前七天登錄的時候 這個嫦娥不得了 他非常的可怕 這個角色是開場的時候 會先給對手一管 很大的一炮 他會用機關槍掃射敵人 媽祖的話是在信箱裡面有送 有送 媽祖的話是這位 他是一個方舟領袖 算支援者吧 本身在進完場之後 他會著裝一個護甲 除了拓荒的一個陣容之外 那另外還會有另外一個攻略 就是我們要玩競技場 這遊戲的競技場有分兩種 第一種就是我們的一般對戰 決勝巔峰 就是比我們的牌位 那另外還有一個十二勝 會在三隻十九的時候做解鎖 你要從眾多角色裡面挑八位角色 這八位裡面你可以選五隻上場 然後和對手PK 這邊來到我們三隻十九 你怎麼又有炎帝啊 這隻我比較少看過耶 開場有護盾 兩倍速之後 其實那個遊戲節奏會變得蠻快的 如果你對這個像素風格 跟我們的這個彈射玩法有興趣的朋友 就可以來下載看看 我現在還是把陣容維持好 然後讓嫦娥輸出就好 這嫦娥真的太痛了 當然如果有辦法手除的話 還是買個梅杜莎 夠關體驗上面會格外舒服 OK 我們這邊直接撞人 哇他這個防奈機制還不錯 就是他會直接顯示說這個 這個角色會被閃殺掉 所以不會有錯盤的問題 那這邊的話直接撞對手 通常對手剩兩到一隻的時候 嫦娥就變得格外強 因為他是隨機對目標造成傷害 欸 剛好 剛剛是那個後翼做補刀 就是我們一個攻守的格外能力 好了 那即將進入我們 艦長對戰的一個新的功能 那也是我覺得這遊戲 滿有趣的一個機制 現在的話就可以使用 隨機的組合打造套路 看看我可以撐多久 那現在就會從三位角色裡面 挑一隻 就是你的套路裡面 去挑一個完美的陣容 那一般來說 我覺得最平均的是 三個打手一個補助 你也可以考慮 有一隻白那種刺客衛 先選個炎帝好了 好 這三隻都沒有想選的 就隨便選一個 欸 伊登各位 他是一個滿強的補師 好 我要選這個 這就是我們這次的補師 喔 布拉基有欸 布拉基有欸 那我選個布拉基好了 好 我還有四個選擇 T0的拉 各位 這個就是我今天想給大家看的 什麼叫做暴力 在廢土的世界裡面 核彈就是暴力 他開局的時候會直接丟個核彈 所以理論上這種角色 要擺在最後的地方使用 就是越晚出來越好 來 他就是我十二勝的關鍵了各位 赫伯好像可以選 他是T0角 欸 他又是補師欸 喔 我知道這隻 他會幫忙放護盾跟補血 那接下來我就不能再選補師了 媽祖 補師 不選 吃油 打手 但好像沒有索爾槍 索爾也是T0 我的天啊 所以我目前陣容裡面有三個T0 好 最後一個了 選一個用槍的好了 OK 試一下這個好了 分身 不是 我不是抽不到梅杜莎 我是選不到 這是競技場啊 欸 這一次我第一次看到欸 金魚 他怎麼收水了 喔 哇 我是直接副 創造一個複製體欸 好酷喔 我順便看一下梅杜莎的一個外能力 這樣是不是代表說我要殺梅杜莎以外的角色 可能還是對的 好 開去拿一個護盾 現在只騎到他沒有拉 不然我好像沒什麼優勢 欸 我怎麼覺得這場打起來很舒服啊 好 這個也是頂級角色 範圍輸出 這個是登陸七天就會送的一個角色 好 那這邊的話我換我上補師 現在我們思維就是不要去打梅杜莎 打別人 當梅杜莎的隊友全部死掉的時候 他就沒有威脅了 沒錯吧 好 每個人都有拉 這也是他先攻的一個劣勢吧 因為我這邊可以炸最多人 好痛喔 真的很爽欸 先把他拉打死好了 有機會把他收掉 你看 所有的補量跟輸出真的很爽 阿 這個梅杜莎怎麼在跳舞啊 他這小牆是不是 超扯的 這打不死 等一下應該是他的拉先懂 然後再一次 但是我這邊拉只好不死的話 我就一定 欸 他怎麼七十一萬 我這邊直接倒兩隻 怎樣 完蛋 大危機 現在是四對三 等一下就靠拉一波了 像現在如果被撞到兩下的話 蠻危險的 有了 有了 對方還有一隻拉 我可以直接把他撞死喔 有 死掉 好 剩一隻 有了 全收掉 所以梅杜莎這麼扯喔 他只要有隊友在 他就不會死 先玩到這邊 好 主線玩得差不多的時候呢 就可以獲得我們的 SR碎片 就可以換到我們的 SR的英雄 這邊的話可以隨機抽一隻 我們來用一下 提爾我們剛剛有用過 就是 複製對手的角色 那另外 給大家看一下這遊戲的一個抽卡 欸 他是不是劇透我 OK 那這邊的話剛剛就是會有 好多子彈 這個知道怎麼唸 號嗎 好 斯卡蒂我個人也蠻喜歡用的 他就輸出蠻穩定的 海克力士欸 大力士 目前我們是有一組禮包碼 666 然後你可以到我們的 主畫面 設定 禮包碼 打完的話就可以拿到資源 好了 那我們以上就是我們今天 流浪方舟的一個試玩 GoPlay iOS都可以下載 那目前打起來的話就是 慢慢推圖 領資源 變強 那其實都蠻休閒的 我是聶寶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